我自己在觀塘那邊住 我一家大小 因為當時我慢慢做到好東西回來 我又不覺得 後來我家人跟我說有些不妥的屋子 家裡的人說見到有些影子走來走去 我都沒有理會他 直到有一天有些先人上了家人的身 我的門口就是欄杆 說想跳樓要死 是嗎 家人通知我快要著火 當時你學了飯嗎 學了 學了都敢做嗎 沒有啊 當時我還不是師傅 學一下還沒去到 在修練中 火都來了 趕快回家 看看是甚麼事 然後把我的情形告訴我師傅 我師傅教我做一些動作 當晚就讓他們來 我一輩子沒有怎樣用過 如果你學過神功 相信大家都聽過 一個叫五雷掌 我一輩子就是用過這次 那當然要弄到自己家人 我家人都不相信 經常都說我不應該學這些東西 因為這個五雷掌其實就是打死他了 基本上是永不超生 你也會生氣 對 那時候我同身也挺厲害的 感覺到很厲害 感覺到他來了 寫定五雷掌 看到他喝著他 他知道我有事 馬上走 飛到廁所 飛到廁所的坐廁所 我同身追著他 一掌打過去 好像走雷的聲音 我家人都嚇到瘦了 即是在廁所裡嗎 突然 整間房子 這麼厲害 是的 然後就在廚房的東西出來 那些雷聲就由廁所響的房子 然後在廚房中終結的雷聲 聽得很清楚 我一輩子就用過這一詞 所以我這麼信實 那這個聲音 會不會周邊的人都聽到的 那很大聲 突然會突然爆炸 不會 不會 在這間房子的範圍之內會聽到 我家人在那時候才信 真的有誠功 是的 那你為什麼會說是一個鬼門關入口 後來我問過祖師 我一陣子就去問王大仙 王大仙說你的地基動搖了 你快點搖 因為那時候我還年輕 我的經濟能力又不太好 那我就求祖師 可不可以半年時間拿 儲點錢搖屋 一家大小搖屋很慘的 你知道 那沒辦法了 回去又問師傅怎樣做 後來也要下個等符 頂一頂 家裡下等符嗎 沒有辦法 是嗎 通常是大型的建築才下等符 沒錯 家裡下等符 一下等符就什麼都沒有 是嗎 那什麼運都被隔了 那沒辦法 只是給那些半年賺錢 後來我四個月後就走了 什麼意思呢 下等符就什麼運都沒有 是怎樣的意思 不好的東西 不好的東西會幫你截掉 好的東西也不是那麼容易賣掉 所以下等符也好也不好 是這樣的嗎 是的 但是你覺得等符和大型工程的等符有沒有這麼大的規模 我覺得是小型的 小型一點 沒錯 其實怎樣叫等符呢 一個沙盆 插枝竹 或者插把銅木劍 這個就叫等符 通常是動土的工程 在四個角 或者在一條村裡面 在那個池塘那裡 一旦洞在那裡 所有你動土和動工程 就不會影響到這條村的人 不會有些死傷 但是呢 動土這段時間 你什麼運都沒有 因為它被罩住了你 它被罩住了整條村 那你壞的東西賣不到你 好的東西也很難賣到你 那工程就是有限時間 就像是預言為止 沒錯 但是人你住在那裡 你真的可能是 不是有限時間的 是吧 沒辦法了 那我早師爺說 半年你很離開 那就沒辦法 是 結果真的沒有再發生這些事 走了 不是 就是那幾個月之內就沒有 是沒有 直到我走 好了 走那天了 我最記得 搬了所有傢俬走 我看到牆上有鬼爪 蛤 爪的狠 真的嗎 那我等符脫了沒有 走那一刻也沒有 走那一刻脫了 脫了 所以才看到現債型 不是 平時看不到的 因為有大型的傢俬 噢 遮了 是的 拿走了之後 後來我會交工給業主 那同業主 我說 我處理這間屋真的不幸運 我告訴他 整個屋都抓狠 其實這間屋有沒有事發生的 我沒有查過 不過那時候我大意了 因為我搬進去之前 他有一條符條在那裡 你見到的 有一條六任符 他跟我說之前有學神功 所以有一條符在那裡 那時候我急於要搬 沒有理那麼多 又沒有查 又沒有成功搬進去 那當時有沒有撕走它 當時我沒有撕的 那一直都有貼在那裡 進去之後我再換 自己再換 那你見到那條符 是不是真的用來震軌 你那時候懂不懂分 通常那些一定是驅邪的 那一定是有東西 如果無端端會貼在那裡 現在回想起來就是 因為那時候還很小 噢 觀塘 觀塘 近哪裡 街市那邊 街市那邊 即是那些私人樓來的 是 私人樓來的 很舊的 很舊的 又不是很見陽光的 是 沒錯 見不到的 一打開門就是那條巷 那些巷 即是見到那些渠位 甚至在那裡有很多的 問米 佛堂 放在死人骨灰之類 很多的 哇 這樣就不奇怪了 最適合做的 噢 所以就變得很 可能根本就已經在供奉 樓上樓下 全部都已經有很多朋友 很可能 就變成這樣 這是我自己的親身經歷